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来说Comp.UI 上一期我们说的是图生图,以及图变质造,以及相关的一些别的内容 不管大家使用什么样的绘画工具吧,然后去出图 那么你在出图的过程中呢,这种人物的它有两个部位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一个就是人物的脸部,一个是人物的手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这种负面提示词然后去解决 但实际上哪怕有时候你加了负面提示词,可能还是会出问题 然后这两个其中呢,人物脸部的这种出问题的几率 相对来说更高一些,而且这个脸部出了问题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对它进行修复 然后呢有一些专门修复脸部的一些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人物脸部的一些修复 好,那么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工具 来双击启动 好,这是一个我事前弄好的一个工作流程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身图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我填了一些提示词,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女孩配上头发,后面加了一些描述词 然后这个出图的时候就是描述词越多 那么这个最终结果越可能崩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负面提示词这边呢我什么都没加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它做问题 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去修复 好,然后这些就都一样 这些我们就不看了 然后我们先来出一张图 好,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人物的脸部呢 现在是发生了崩坏 然后这个手部呢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人物脸部修复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好,然后我们来看怎么去修复这张图片 然后修复图片 我们这边选中图像 把它拉出来 那么我们这边需要去 需要使用这个节点 然后这个节点的话我会放给大家 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 这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简易里面 这边有一个面部细化 好,我们就是用这个节点呢 然后来进行这个脸部的一个修复 这个节点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节点 然后你自己下载的话 一定要注意 这个节点是我见过的这么多节点里面 然后最难搞的一个节点 就是它这个有一个 有个检测加载器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但是呢你自己下载的时候呢 这个检测加载器很容易没有 就是你那边下完之后 你发现找不到这个节点 这种情况很多人都出现了 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这边有个管理器 它其实也是一个插件嘛 然后这个插件 必须是最新版本才可以 如果说你的这个 Convite UI的这个管理器 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 那么你再去下载这个节点的话 就可能会出问题 就可能会下载不到这个节点 所以大家如果你自己下载的话 一定要先更新你的管理器 这一点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来做连接 我再拉开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检测加载器 它检测哪呢 就是这个BOX检测 我们这部连上 这边的话它有一些检测模型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 当然我也会打个包 然后一起给大家 然后呢我们这个有个模型 然后呢这个有个加载器 把这个连上 同样的也是 就是这个模型需要大家自己下载 然后呢我们这边 这个可以连 不连也可以 我试了一下连不连都行 然后这个模型 我们直接连这个 连我们这边这个大模型就可以 这个连过来 然后下面是这个Clip 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连一下 这个有点远 先把它拉过来 近一点 然后这个再连一下 然后这个正面条件 负面条件 然后也连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VAE VAE我们也连一下 好连这个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脸部的修复 然后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个脸部修复 图像预览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大部分参数都是不需要修改的 那比方说我们需要改的话就是 你可以改一下这个采样器 其他的保持模型就可以 都不需要大家去调整 然后我们来出一张图吧 点一下 这张图眼睛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看到修复之后的效果 然后大家看这个眼睛是吧 跟前面镜长图对比一下 非常明显 这个修复效果还是很棒的 这就是这个人物的这个脸部的一个修复 脸部崩了之后呢 我们就这么去修复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缩一下 这边有个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呢 可以对脸部进行一些控制 比如说我们想让它微笑了 想让它做一些表情类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去输入词 比如说我们现在让它笑一下 打个微笑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我们稍等一下 这是它这个眼睛崩坏了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修复之后 大家看这个修复了 然后它变成微笑了 这个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 它修复效果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人物的脸部 除了这个脸部崩坏修复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修复啊 就是高清修复 然后呢在某一些情况下吧 当我们对脸部进行修改之后呢 它可能会变模糊 然后就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吧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人物脸部 怎么去进行高清修复 这个人物脸部的高清修复呢 我们需要用另一个节点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个这个节点 我们需要用这个 这个节点 然后呢对它进行脸部的高清修复 我阅览一下 这边呢需要加载一个修复模型 我们来用这个 这加载器 它是专门加载一个修复模型的 然后加载器大家可以自己选 一般来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嘛 就这两个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是脸部的检测模型 大家同样可以自己去选择 大概就是这样 其他都不需要改 然后进行修复就可以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这是我们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 然后第三张图也出来了 它进行了脸部高清修复 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图 修复之后的 然后往前面走一步 大家看这个脸部 是不是有一个变化啊 虽然不太明显 但是还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是比较模糊的 然后呢 第三张图 进行了脸部的高清修复 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这就是这个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说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 人物脸部的这种崩坏的修复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脸部的高清修复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到这儿吧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大家拜拜